在做設計的時候,他們會想的很多 然後包括其實在現場的時候,他們也會想很多 可是在這想的過程 都還是在同學之間互相討論 說要怎麼行怎麼行 那個形體要怎麼跑 可是對於我來講,我就會跟他講說,你就直接拿材料 你們也不用討論,直接打出框架 有框架的空間之後再來討論 這時候的討論會比較有真實的感覺 那個空間感